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對於聖誕節有一件事情 也是可能會造成他們心理上一些波瀾 就是交換禮物這件事 現在小朋友大概國小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交換禮物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 網路上有一些家長分享說 小孩子在班上玩的交換禮物 可是他換回來的東西 可能是他不喜歡的東西 拆開禮物發現 好爛喔 因為通常我們準備的時候 可能都是準備自己覺得很好禮物 但是收回來的禮物 我沒有辦法控制 真的欸 有時候真的就拿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啊 但是這個時候小孩心情落差就會很大 對啊 那我們該怎麼樣跟小孩去討論說 你應該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去參加交換禮物呢 大家好 總幹事蘭吉 這位女兒小咪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親子天下YouTube頻道 如果今天的影片太長的話 你也可以把影片調成1.25 或者是更快的倍率 別忘了打開CC字幕 另外 今天的影片所有的內容 我們都已經加上了時間碼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來選擇你所要收看的章節 影片馬上就要開始了 千萬別走開 村民543陪你親子生活 不顧大安大吼 總幹事蘭吉 我是首三媽媽瑞秋 這是我們村民543的新單元 育兒大升公 每個月都會利用一集 村民543的時間 讓忙碌的爸媽 快速掌握爸媽圈 教育教掌同溫層 大家正在熱議 正在討論的重要資訊 還有話題 第四集的育兒大升公呢 我們要針對12月 大家最關心的熱門話題 也就是聖誕節 耶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穿成這樣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呢 大家最關心的 通常跟小孩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聖誕老公公 沒錯 聖誕禮物這件事情 爸媽會想說 要不要繼續讓小孩有這個 對於聖誕老公公的神話 OMG 就是要維持他這個夢想嗎 還是應該要打破他 OMG 所以這一集 我們前面要先設個防雷線 對 這個我們就是大人觀賞就好啦 如果小孩在你旁邊的話 可以跟他說 趕快去睡覺囉 先不要看這一集 對對對 我也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 你小時候有在過聖誕節嗎 我小時候有在過聖誕節 而且我每年兒童時期的時候 我都很期待 25號眼睛睜開枕頭旁邊 有我喜歡的禮物 所以每年你都會收到聖誕老公 每年都會收到 而且包裝只拆開就是我想要的 那個款式 那個樣子 就是我曾經在某個商場說 我想要的那個 你有許願過的 對 然後你就會在那天如願以償 聖誕老公都會知道我想要那個 然後他就會包起來放在我的枕頭旁邊 那你當下會很感動嗎 我會很感動 就想說聖誕老公公聽到我的心聲了 我會很感動 對 而且我 對我突然想起來 我到底是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的 我們在討論這集教文的時候 我講了一個版本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在發生在那個東西之前 我剛突然想到 因為在我的禮物上面 通常會有一封信 那封信呢 他就是以聖誕老公公的角色跟我們說 懶吉小朋友你又長大了一歲 明年要繼續聽爸爸媽的話 當個好小孩喔 但我有一天發現這個筆跡 我好像認識他 所以是筆跡露出了 我好像發現筆跡 對我好像發現這個筆跡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我就去問我媽 我就問我媽說 這件事情發生在我10歲 然後我就問他說 聖誕老公進來的時候 你都怎麼跟他講話啊 他就說講中文啊 就告訴他你房間在哪裡啊 就讓他進去送禮物啊 因為我知道我爸媽都很晚睡 然後我想說聖誕老公來的時候 應該會打到照面吧 那我就很好奇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互動 我就繼續問 我說你們都沒有聊別的嗎 他就這樣送禮物 然後就離開嗎 他說對啊 聖誕老公很忙啊 就送了禮物就走了 還在騙 可是聖誕老公不是外國人嗎 他為什麼會寫中文 那他怎麼會用中文跟你講話 然後我媽那時候在煮菜 我是衝進廚房裡面 站在冰箱前面質問他 你步步進逼耶 對我沒有要放過他 然後他就覺得我很煩 因為他大火 然後什麼很熱 已經很燥了 然後我現在問他這個問題 他就說 好啊 是你姑姑啦 你怎麼樣啊 而且我這樣說出了這個秘密 那你當下的心情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冰箱前面 愣了30秒 想說 資訊量過於龐大 對 他就有一些雷電 聖誕老公公居然是姑姑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站在冰箱前面 我還是站在那邊 我沒有移動 然後我就看著他說 怎麼會是姑姑 然後我就兩行淚就這樣掉下來 媽媽一定沒有想到 這個反應會讓你這麼大 然後他說 但他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他正在大火快潮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放下快潮 還是放下我 對 所以他就還是先把晚餐處理好 他說你先到旁邊去 然後晚點再跟你討論 哦 對對對 然後我就哭了許久 但是看到晚餐 我還是就好好的吃完飯 但你心裡已經破碎這樣 想說聖誕老公公原來是假的 對 而且曾經 就是在這件事情經歷之前 我還為了 有沒有聖誕老公公這件事情 跟我的國草同學大吵架 在學校裡面我也吵到哭 我是很激烈的相信 有聖誕老公公 我說有啊 我每年都會收到禮物 真的有聖誕老公 他還會寫信給我 結果是我哭 世界毀滅 但是我覺得 價值觀崩潰 我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 讓孩子相信有一個美好的夢想 沒有錯 然後任何人長到長大 你也知道 我們的航太都這麼困難了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人 可以晚上 不睡覺在那裡送禮物 對啊 晚上六個小時 還在黑夜的時候 然後就繞了天空一圈 黑貓都做不到啊 對啊 你說什麼 小魔女琪琪也做不到吧 對啊 不可能的魔女宅機 而且要送全世界禮物 對啊 全世界有多少個小孩家家戶戶 然後有這麼多 小朋友在等著禮物 嗷嗷逮捕你 怎麼可能有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我覺得構築這個夢幻的狀態 是讓小孩子相信 原來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有一些想像力 有一些美好的環境 是我們可以透過相信 或是透過想像去建構出來的 我覺得這也讓在十歲以前相信這些東西 也讓我養成了赤子之心 就是一直很相信小時候 懷抱的這些美好的夢想是真的 你現在想起這十年 還是覺得很溫馨 對 即使這件事情到十歲的時候發現 雖然破滅了 對的就是發現他 其實構築的這一切都是 一個山儀的謊言 可是我現在就算是我已經成人了 我想起來 以前相信這些東西的這段時間 我還是覺得是彩色的 所以聖誕節對你來說 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我現在不太會特別的去做些什麼 什麼吃飯啊 吃大餐還是約朋友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就太over了 我現在比較喜歡 跟我真的在乎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因為聖誕節剛好也是我媽生日 媽生日快樂 聖誕節剛好也是我媽生日 開愛蘭吉媽 對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會有一個理由 全家人在一起 聖誕節本來就是家人團聚的一個節日 所以剛好我媽媽是聖誕節出生 然後我們就也透過這些事情 全家人坐在一起 然後一起吃頓晚餐 我就不太習慣 聖誕節跟朋友或是跟外面的人過 這樣 就算是成年了 我們簡簡單單的有個團聚的行為 但其實就算我想起來聖誕老公公的這個回憶 對我來說還是很兵分的 他在你童年裡還是閃閃發光的 沒錯沒錯 他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跟鏡頭前面的爸媽分享 你可以維持這件事情維持多久就維持多久 但孩子在發現之後一定會感覺到天崩地裂 但不是你的錯 因為本來就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你讓他相信並不是騙他 而是希望他保有赤子之心 因為未來的人生會很恐怖 未來的人生會壓力很大 會有排山倒海的現實 壓著你沒有辦法喘氣 但是你相信童年有這些繽紛的事情陪伴著你 他會讓你更加的勇敢去面對長大之後的世界 所以騙吧就騙吧 不是說騙啦 我們還是可以讓他維持這個夢想 對 就是關於聖誕老公公的這件事情 大家還是可以繼續維持喔 對可以繼續編織這個美好的夢想 沒有問題 好說到成人醜惡的世界 其實孩子在成長過程中 對於聖誕節有一件事情 也是可能會造成他們心理上一些波瀾 就是交換禮物這件事 現在小朋友大概國小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交換禮物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網路上有些家長分享說 小孩子在班上玩的交換禮物 可是他拿換回來的東西 可能是他不喜歡的東西 拆開禮物發現 好爛喔 因為通常我們準備的時候 可能都是準備自己覺得很好禮物 但是收回來的禮物沒有辦法控制 真的欸 有時候真的就拿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但是這個時候小孩心情落差就會很大 對啊 那我們該怎麼樣跟小孩去討論說 你應該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去 去參加交換禮物 但你真心的付出 可是你收回來的東西 不如你運期的時候該怎麼辦 對 其實成人世界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對 沒錯 就像是我的一個朋友 對 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在前兩年參加了交換禮物 對 整個交換禮物的母體是很大的 大概一兩百份禮物 在聖誕樹底下 然後大家就抽抽抽抽抽抽 抽完了之後 我那個朋友 他就打開了他的禮物 之後發現是一堆日用品 照理說日用品應該是好吃 可是有的很實用 就是可能很實用 可能你用得到 對 但棄人的不是那個日用品 就是乳液啊 或者是牙膏啊 對 盒子打開來就是乳液跟牙膏 然後還有一些乾燥劑等等 這種真的很日常 每個人只要活人 一定會用得到的東西 但是棄人的是那一封信 那一封信 對 他還附了一封一個卡片 然後給我抽到的這個朋友看 他看到了之後 他氣炸 他這兩年一直在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他非常的不高興 信上寫了什麼呢 信上寫說 陌生人你好 希望你抽到我的這份禮物 是高興的 但是呢 基本上我覺得交換禮物 是一個非常不環保的活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辦這樣子的活動 來讓大家勞民傷財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不環保的活動裡面 基本上我想要提供 你一定會用得到的東西 降低這個事情對大家的傷害 什麼意思 好像在這個禮物裡面 感覺不到任何快樂的氣氛 在這個美好的節日 這麼溫馨 然後你收到一桶冷水 澆在你頭上 你做何感想 心裡會覺得 好像感受不到這個禮物的心意 對啊 就覺得好像參加這個活動 沒有得到我預期的 那種溫暖的感覺 媽呀 那個感覺如梗在喉 就是你沒想到一次就 什麼意思 就痛一次 好難過 真的是不喜歡的禮物 不能 不喜歡的禮物 可是大人你可以想辦法消化 那孩子呢 孩子拿到不喜歡的禮物 你會怎麼樣建議孩子 我覺得我們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拿到的東西是 我不喜歡的 就是但是我感受不到這個心意 是 對對對 但是我們可以反過來想 就是聖誕節這件事情 其他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付出 就是不是說 期待收到什麼 所以在準備禮物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重點是我們去想說 我想要祝福對方 我想要給他什麼 而不是一直把重點放在說 我拿到什麼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對我要收到什麼是沒辦法控制的 所以我們不如在玩這個活動之前 我們先調整一下心態 我想要送什麼給別人 就是要送什麼東西 會讓對方覺得 這個東西是實用的呢 他用得到的呢 對比方說像剛剛那個卡片 他中間有幾句話很明顯是不必要的 可是你中間後面那些他的說明 比方說我希望你說到的是 你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你每天都可以用到 這個心意是可以讓對方知道 所以我們要去練習的是這個過程 對 而不是一直在期待說 我今年會收到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比較沒有辦法控制的 就像剛剛瑞秋說的 我們在交換禮物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最重要的核心 應該是準備禮物的這個 為別人著想 還有送出祝福的這個過程跟心意 而不是你期待 哇我可以賺到什麼 我想要的東西 或是我可以從別人那邊拿到什麼 對 反而應該是反過來 我為別人準備的東西 然後送出來的祝福 這個好像反而是 我們比較希望孩子 可以把持住的一個比較正向的想法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對於這件事的期待 好了以上這些 轉換思緒的小撇步 分享給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跟小朋友聊聊 沒錯沒錯 但其實我覺得過節本身 它對小孩來說 就是一件很有意義很有趣的事情 不管是什麼節日 你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節日儀式 我家的節日儀式 我們家比較特別的節慶儀式感 不是在聖誕節 聖誕節就如同前面我剛剛講的是 是我媽的生日 我們家比較特別的節日儀式感是在農曆年 接下來下個月就要來的農曆年 對 我們家會在農曆年的除夕夜的時候 我們家的年夜飯真的是 30號的凌晨11點59分 然後要跨正月初一的這個年夜在吃的 然後我們家的年夜飯呢 除了正常的飯菜之外 最特別的就是我們每年 小朋友都會期待的是 澡子水餃 澡子元寶 你的澡子是紅澡那種嗎 紅澡就是煮補湯的那種紅澡 就是你們會在水餃裡面 有幾個是塞澡 紅澡在裡面 水餃裡面包紅澡 然後吃到紅澡的小朋友會有什麼樣的 bonus 我們就會得到 家長就是爸爸會送一個金幣 50塊小紅包加碼 小小發財的概念 小發財討個吉利 因為金幣很漂亮 然後就會送一個小紅包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溫馨的是 不是大家在比賽我賺了多少錢 而是我身邊 因為可能整個飯桌上面 不是只有小孩在吃飯 大人也會參加這個比賽 可是大人吃到的時候呢 他會把他的那個 因為紅澡有盒嘛 中間那個果盒 他會把果盒給旁邊的晚輩 說是他吃到的紅包給他 然後有點像是 沒關係給你啦 寵愛小孩的那種概念 寵愛小孩的這個概念 寵愛的概念 對你就會在這個儀式感 或是在這個特殊的遊戲裡面 收到大人對我的關愛 或者是哇我佔了便宜 我是備受疼愛的小孩 很可愛的活動 對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情 即使到我現在30歲了 然後成年人了 我還是會期待 每年過年回家 然後跟全家人聚在一起 嗯 玩這個遊戲 嗯 所以有句話說 有儀式感的家庭 會更容易培養出幸福感的小孩 好像是 我同意 我同意這件事 不管是節目一開始 我們講的 相信聖誕老公公 這個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 也算是一種儀式感 對 就是眼睛睜開 就有一個什麼東西 嗯 然後過年的這個 大家團聚在一起的 這個元寶爭奪戰 也是 就讓有個期待節日的理由 對 然後大家會一起進行一個活動 然後我會在這個活動裡面 收到大人對我的關心 以及大人對我的疼愛 對 那你會從一些實質的東西 不管是禮物 還是我把果盒讓給你 小紅包給你拿 的這個行為 我都收到了很多滿滿的關心 很愛 我覺得 儀式感想要給大家的 不僅僅是創造聚會的理由 也是一個表達心意 跟表達愛的一個時刻 所以其實是情感的交流的一個展現 我們想到儀式感有時候就會 會一直把它跟錢連結在一起 但其實重要的是情感之間的交流 即使是50塊 我現在是成年人了 50塊就是非常小的金額 但我還是會很希望 吃到那個果盒 拿到50塊 或者是媽媽爸爸 對我來說 他們仍然是我的長輩 拿到還是很開心 他們還是會把果盒讓給我 喔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爸媽對你的愛 對 對 就是自己吃到的愛 讓給晚輩 然後我還是覺得 就算我現在已經成年了 但人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真的欸 其實我覺得 聖誕節的這件事情啊 有時候可能會爸媽 讓人家 爸媽覺得 啊還要準備很多過節的事情 比如說 對 要布置聖誕書 或者是要準備吃的啊 或是要去想 小孩到底想要什麼禮物 還要辦聖誕老公公 真的欸 像萊奇這樣 對你就覺得好多事情要忙 可是 這些小小的儀式 其實是會讓小孩子心裡 就是充滿了溫暖的回憶 也會期待吧 我覺得這個期待 應該蠻無可取代的 對 就是你真的沒到了這個時候 然後你就會期待什麼事情發生 然後你知道過了這個晚上 你就會有一些奇妙的事情發生 譬如說 小時候在換牙的時候 你會不會期待那個牙齒 可以變成銅板 有嗎 你有牙仙子的這個 對我們家是會往屋頂上丟 屋頂上丟或是床底下丟 對 你就會對成長這件事情有一個期待 對就是欸我牙齒掉了 那我現在可以做一個什麼事情 對就是你在丟的時候 你也會對他抱持著期盼 和一些美好的盼望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很美好的 就是在孩子的成長過程當中 會一點一點的灌溉 以及填補他很多燃料 就像我剛剛節目前面講的 長大的生活 長大的社會其實不是那麼有趣 然後你會面臨現實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在小時候培養的這些 不管是聖誕節還是過年 還是跟家人在一起的美好回憶 我覺得都會成為孩子成長 過程當中很重要的燃料 對 都會為我們平淡的生活裡面 增加很多趣味 對 對小孩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過我自己的經驗 不僅是跟瑞秋分享 也跟正在收看YouTube節目的 觀眾朋友分享 我覺得如果你們家真的有小小孩 然後或者是你現在女兒才一歲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培養他這些 比如說對節日的儀式感的期盼 以及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儀式感 即便到長大了 還是會很懷念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儀式感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除了像剛剛你講的 就是讓小孩有一些快樂的回憶之外 他其實也可以間接培養小孩 對家庭的責任感 對我看過有些家庭 他們會在節日的時候 特別分配小孩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像現在聖誕節 他就會把裝飾聖誕樹 這個任務就讓給小孩子 就說今年我們家的 聖誕樹就交給你們囉 那小孩就會很期待啊 我可以做什麼表現 對我可以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掛什麼呢 然後要做什麼東西 或是我可以自己做什麼東西 來裝飾聖誕樹 喔小孩有這個彈性 是可以自己發揮的 對 哇那很棒 對啊 而且其實小孩 爸媽我們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都是很渴望被稱讚 對 他們其實是非常想要幫忙大人 去做一些事情 或是參與這個家裡的事情 所以只要給他機會 他們都有機會可以做得很好 太棒了 就是我們要給他這個信任 對 所以比如說像 裝飾聖誕樹 或者是有的家庭他們會烤蛋糕 就是這件事也是可以 讓小孩發揮的 簡單的事情讓孩子參與的 對對對 或者是像 比如說之後有過年 有的家庭會讓小孩自己貼春臉 對 對 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就是是可以讓小孩自己去發揮的 真的 我覺得小孩做得好之後 他也會很有成就感 對 他也會覺得 我為這個家裡貢獻了一個 你看這麼大的一顆聖誕樹 都是我弄的 對 或者是可能搞不好還是他親手做的 對 對 所以這樣的事情其實會讓小孩子對於家庭的整個分工經營會更有參與感 真的 家不是只有爸爸媽媽的 也是有小孩子的 所以透過這個節日大家一起做些事情 我覺得對於凝聚整個家庭是更有意義的 講到凝聚家庭我有個朋友 他在與妻子的結婚紀念日 他會做紀念T恤 喔好有心喔 很感人 然後他會自己設計那個印花 是全家都有一件嗎 全家都有一件 他從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只做他跟他老婆兩件 然後後來大兒子出生三件 然後小女兒出生做到四件 喔 真感人 每年都做 每年 做完之後大家一起穿嗎 對 大家一起穿 然後會拍一張合照 然後大家都穿一模一樣的衣服 哇 真感人 現在已經累積到大概14還15張了 哇 這樣到時候應該可以成列的出來 就可以看到他們家每一年的變化 變成一個展覽 對 會開一個小型展覽 你知道就可以放在那種歐洲古堡 然後有一些畫廊 就是你這個走過去之後 都是你們家每一年的變化 公爵的變化 但我覺得每一年拍一張全家服 這個概念很好 這個也蠻好的 不一定要穿 都穿定做T恤的 但是可能可以看出 大家每一年的成長的變化 我有一些朋友 尤其是在住在 中南部比較鄉下一點的朋友 他們真的是過年回到家 所有的人中青會在三合院拍一張照片 哇 那場面一定很順大 非常盛大 會站到四五排 感覺光集合起來就要集合好久 真的像合唱團一樣 然後每年滑FB 過年的時候就會看到 喔 今年又跟大家一起合照 然後誰離開了 然後又生了什麼小孩 就每一年都會不一樣 你會看到長輩消失 然後看到小孩子出生 這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家庭的凝聚力就是 也不要說每天 每年好了 每年有一個這樣子的事情期待 那大家會為了這件事情凝聚在一起 我覺得是蠻感人的 雖然大家都會說 因為可能現在家庭越來越疏離 大家關係越來越遠 然後網路上也很多人在說 喔 手足只有父母在的時候是手足 就是如果父母不在了 我們就只是陌生人 或者是遠親 或是可能過節氣氛就變淡 對 過節氣氛就變淡 可是這件事情可以延續的 透過一些儀式 對 透過一些儀式感 某件事情 一直有人做下去 那它就會被延續 這份感動就會 一代一代的一直傳下去 我覺得是需要的 大家不要覺得麻煩 一年就一次 雖然集合拍照一定是大功成 但我覺得很珍貴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照片裡面 成員會變化 我覺得非常有感 對吧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 可能有的時候 長輩會過世 然後但是也會有新的成員加入 比方說是小小孩 有時候你真的每年去看那個照片 你就會發現 很明顯的感覺到家族的變化 變化 成長 對啊 其實心裡會有一點 感動的感覺 因為你會覺得 其實是你是有傳承一些東西 對啊 有甜蜜也有酸酸的感覺 因為畢竟長輩離開 可是也會有新的成員加入 對對對 但是離開的長輩 你也透過這些儀式 就留下了對他的記憶 對 然後甚至我們有一年的照片 是剛好長輩也還在 然後又有新的成員加入 那個重疊的時刻 對對對 那張照片對我們來說 就非常的珍貴 意義很重大 對就覺得 還好我們每年都有固定在做這些儀式 然後所以才可以留下這些東西 對對對 就比較不會有遺憾 阿姑變胖 阿晋頭髮變長 對對對 或是成員的變化 成員本身的變化 成員本身的變化 對頭髮變少啊 或者是體型的改變啊 但我覺得那個就是人生紀錄的過程 所以是對大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歸結 最後總結一下 儀式感這件事情 或是在節日做特別的行為這件事情 是不是 就是不用太麻煩 對 其實簡單的一件事情 也許你平常跟孩子說一句話 或是多擁抱他一下 可能也可以成為家庭的儀式感 讓平淡的每一天 變得特別有一些滋味 沒錯 有的家庭會覺得說 啊送禮物好麻煩 我們洋人的東西 我們不要過這種東西 不要被資本主義控制 對那都是商人的陰謀 可是其實有不花錢 可以創造這種儀式感的方式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 每年拍一張全家福 對 或者是出門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抱一下 比方說講一些祝福的話 這些其實都可以是不花錢 但是也可以為小孩 創造儀式感的方式 還有你們家的紅棗餃子 沒錯 這個大家要吃棗子 本來就要吃棗子 塞一點東西 創造一個遊戲很好玩 對讓小孩有個快樂的回憶 沒錯 這很重要的 好的 那我們這一集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家庭儀式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那最後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親子天下的YouTube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所有的推播 以及新節目才會送到你的手機裡面 另外親子天下討論區 現在連結就在節目的資訊欄裡面 如果你想要找到更多 選學校、預熱生活 歡迎所事的分享跟建議的話 都歡迎一起來爬文看看喔 村民五四三 歡迎大家再次來一起五四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生誕快樂 生誕快樂 耶 Merry Christmas 生誕快樂